台东一位70岁的动力飞行伞玩家 今天中午在东河乡的都兰海边试飞 疑似飞行伞突然失去动力 整个人从大约三层楼的高空重摔落地 造成了头部受创 身体还有多处擦伤 是被附近露营区的民众发现之后报案 警销赶到现场也立刻将人 送到台东马街医院急救 医护人员合力将男子台下救护车 而男子头上包着纱布表情痛苦 衣服裤子不仅沾满血迹 还破了好几个大洞 事情就发生在23号中午 一名70岁的邓兴动力飞行伞玩家 在台东东河乡督来海边试飞时 疑似飞行伞突然失去动力 整个人就从高度大约有三层楼高的空中 直接重摔落地 造成头部受创 身体多处擦伤 附近露营区民众发现之后赶紧报警 警销到场后立即进行救护 随即将男子送到台东马街医院急救 没有亲眼看到 看到下面他就躺在这里 我们就冲下来 可能一道气流 刚好工地在那边 然后就去那边玩飞行伞 今天风跟前后是不是其实不大适合 应该他去那边他评估 他评估之后还是飞上去 他算是他还有教练的执照 他在这经验是很够 70岁的邓兴教练是台东老牌的飞行伞教练 经常会在县内各点 进行动力飞行伞试飞 这次是趁着台风走后 风力减缓到都来按机飞行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飞行伞老手从空中意外衰落 仍有待后续做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